他給我招給你弟子 怎麼要招了這種卑物啊 辱馬生從影響傳出 整個房間陷入低氣壓 這些是某個家庭中的對話 台北市家暴防治中心 為強化民眾對兒哨保護議題的關心 從9月13日到24日 在台北市萬華剝皮料理市街區 和六個基金會 聯合推出 樂樂不見了 聆聽受傷的童年家暴防治展覽 其實在華人社會當中 就是不打不成氣這樣的觀念 其實就是升職人心 那會有很多家長到現在還會跟我們說 如果我現在不打 難道要等到他以後去殺人放火嗎 所以我們就希望可以透過這樣的展覽 就是把兒哨保護的觀念 還有創傷之情的概念 一起帶給社會大眾 主辦方認為 只用靜態展覽的方式 沒辦法帶民眾走進家暴的脈絡 因此使用沉靜 與互動方式策展 本次展覽其中一個目的 是為了讓參觀者勇敢面對創傷 並將其療癒 展區內白放了童年經驗量表 以及性質供民眾書寫 讓民眾沉澱心情 回想自己的成長經驗 再將創傷寫上紙 並折成飛機 送給過去與未來的自己 藉由錄音機 然後放出一些 譬如說比較負能量的東西 然後就是 會讓我回想起 就是小時候的一些過往 然後經歷 曾經被這樣 也是這樣被對待過的 我還滿喜歡那一區 就是有個小小的療癒區塊 把你的譬如說感受啊 然後你的曾經不被理解 不被支持那些 藉由創作去發揮出來 宣洩出來 童年經驗量表 其實是讓18歲以上的成人去填的 那也是透過這個量表 就是有機會讓大家可以回顧它 兒時的那些記憶裡面 童年經驗量表 是認識創傷知情的一種途徑 民眾藉此能回憶 並且認知到自己曾經受過創傷 主辦方希望透過這樣的感受 讓家長避免將同樣的傷害 傳到下一代 我可能對小孩有一些 不適當的對待 就會反省自己的行為 有的時候大人可能會 有一些情緒就發洩在小孩身上 那可能透過這個展區 也提醒自己要 要適當的對待小孩 媽媽握著女兒的手 178寫著祝福了紙飛機 抵鐵到牆上 這次展覽希望透過宣導 家暴紡織的重要性 同時幫助曾經受過傷的民眾 從傷口中釋懷 讓傷害不再蔓延到下一代 記者古佳新 曾孟佳 台北採訪報導